当初是我爱你 要嫁给你 我愿赌服输 可是爷爷呢 他可是养大你的人啊 你到底有没有信啊 我从未停止爱你 我知道你也是 但我不应该再强求你 强求你非要让我们在一起 我想 我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 你想让你顾个背黑锅 他什么时候呢 你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让我顾个背黑锅呢 居自成 说清楚公章是你偷的 对 大家也听顾总说到了 我跟顾软软已经离婚了 在法律的层面上 我跟宏师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小副总 把这件事情 抬到桌面上说 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是担心你爷爷 是我太鲁莽 爷爷晕倒 也有我的责任 如果爷爷醒来 公司没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朱医生 人不能太贪心 什么都想多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 副总 将军那件事情的证据 都收集好了 要不要现在交给检察员 奶奶一直问你 你怎么不来看他 他问了我 好多问题 这是一家美国风投公司的 股东名单 上面有你的名字 你说对我做不到 百分之百的坦诚 我试着理解了 但你利用我的身份隐瞒 我这一点不管出于什么 我都无法理解 这才是你一直不愿意离婚的理由吧 爷爷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想当那个总经理了 错了 我要让林天之道这四个字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这儿要干吗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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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干吗 你先干什么 你先干什么 接到通知了吧 你奶奶可以做手术了 不用谢 老太现在病情呢 你不是很乐观 你跟家属来商量一下 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我真的很想让奶奶活下来 但我知道这种选择 太自私了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选择 不像我们考试 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我们只是在那个时候 做出了最无可奈何的决定 副总生病了 给她买药 她也不肯吃 她说只要见不到你 她又坚决不吃药 不堪医众 也许你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但我真的不能确定 我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学吗 月山 奶奶明天做手术 你能不能和我一起 把奶奶送进手术室 对不起 把门口的保镖都撤了吧 不行 我不会让她一直缠着你的 永远都不要再难为朱舅了 只要 她不伤害到你 她从来就没有伤害过我 你知道 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吗 朱舅 我们分手吧 我是一个随时随地 都可能会死的人 你和我在一起 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怕 我怕的是我们明明相爱 却不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的感情 很珍贵 你能不能 别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约定过吗 以后的每一个除夕 我们都一起过 对不起 初恵 是一年快乐 怎么了 奶奶在相救 患者已经出现了肝脑病症状 说明肝硬化的程度 有加重 你不能进去 不 给我借我的救命 你还有脸来 人家公司被复习 就索赔两千万 她现在拖着我一起还钱 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看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是来看我现款的 你妈被停职了 你看看你啊 必项热血 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但勇敢的同时 我现在应该不再来 我们再来 帮助我 找到你 我先试试 我现在被冬天 我看你 你不过来 我现在就把他 的拼命还在 我和你 我跟他 你那些人 你找到我 我跟他 你走吧 有人在利用你们的伤心 来误导你 没有人误导我们 是我们自己坚持要讨回个公道 凝起的那个王律师 非常的贵 如果这个官司失败的话 是我们自己坚持要讨回个公道 永远赔上一大笔的律师分 妈 您把诉讼取消 好吗 我没有嫁给你们 妈 我答应你 我会放下余申 我会去相亲的 你干什么 余申 非好几套儿子没事 要不然让你尝鸣 专门怎么样啊 还挺顺利的呢 见过几个股东了 他们都很感兴趣 你奶奶 住在肝打外科吧 是肝癌 很严重啊 阿姨 您别以为我不知道 萌萌的诉讼是怎么回事 您还以为 您能只手遮贴 没所谓 你拭目以待 老顾 复习周许给你的 等到我儿子接手了公司 也一样能给到你 佳总 我知识心肉 不仅仅她是我的女婿 最重要的是 她比云申 更适合管理灵天 怎么了 注意伤快 萌萌出事了 你不是说她手术成功了吗 萌萌她忍了 又会是萌萌她忍了 家属把我告了 家属不接受我们的禁令结果 先回家休息几天吧 您又挺我的职 是 未必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把等于给我 这几天萌萌的父母 每天来我们医院闹 是不是也是你唆使的 怎么要才能追回一个女孩 追女孩 第一步 送花 谁啊 配送 您的花 今天奶奶和我聊了很多 我能感觉得到 她很想回老家看一看 可是奶奶手术前 我不想让她冒任何的险 但是 这是老人家的心愿 你也不想让她留线遗憾对吧 你准备怎么处置将军 是准备报警吗 你看看你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想你那个 不诚信的侄子 丽丽 你别生气了 江一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别装好人了 你处心积虑 不就是想扳倒我们江家吗 你现在满意了 副董要专开董事会 决定你去留的事 你找我 是为了这事吧 我找你 还是为了孩子们的事 只要我不同意 他们接不了我 你跟踪我啊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是你自己说过的 如果你要是丽娅出走了 用定位的方式把你找回来 你猜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你的 你应该对我是一见钟情吧 这么自恋 是在猎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告诉我 去世的亲人 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守护他们爱的人 朱九 怎么办呢 我好像 爱上了两个人 一个呢 是臭脾气的小女孩 另外一个呢 是救死扶伤的朱医生 你女儿这辈子嫁不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 那我总不能摁着 云生的头儿 让她取吱吱 你是不可以 但是有人可以 水影结果已经出来了 公司寻信一秒 都没有任何问题 既然爷爷 把这个项目 让你全权负责 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实验室以外的事 我不是不懂 我只是以前让着女人 收了陈总多少 医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我就 保险抓住 别别别 就一百多万 我也是为了公司好 这事我会把 给爷爷按公司的 规斩办事 你可以不想我 但是你想想你妈妈 那个章是她盖的 我是精神师傅 我不明白 还有什么需要讨论 我不要订婚 情况我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这孩子他不适合做手术 求求你求求你 救救我们孩子 我看到了 救 发生什么事了 这小女孩有先心病 法罗斯连症 并攸关状动脉基型 情况非常复杂 这位医生 你是不是也会做心脏手术啊 你救救我们孩子好不好 求求你救救我们孩子 我能理解 萌萌父母的那种绝望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要留住爱的人 爸 妈 我有事要和你们说 我想离婚 很多东西 靠近了才能感受得到 我努力过了 我真的尽力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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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批马来西亚的问题 疫苗召回了吗 检测结果 证明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不会召回 有传言说 林天这次之所以不召回疫苗 是为了保庇高层 请问是不是真的呢 这种传言我们也是无法控制的 甚至在最后的真相面前 还是会存在怀疑的声音 所以我能承诺的是 这次事故 林天不仅会全力自杀 也会积极地配合监察机构的工作 在一周之内 我会给大家答复 朱女士 你跟患者血型 和机制配型 都比较成功 这怎么可能呢 主舅 你可要跟姑姑说实话啊 这个手术的危险 到底大不大 姑姑 开门 我要打媳妇底下 有什么了不起的 像你们家里的亲属 恨不得在她身上多拉几刀 把肝给掏出来 疫苗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就想知道 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马来这边 这边 向来对冷恋是非常严格的 任何事情 都没有绝对的看法 这里面 也许有厉害关系的牵扯 朱九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最了解奶奶的人 但奶奶现在这个情况 得立马去住院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不应该只分享好的 也应该一起去承担坏的 也应该一起去承担坏的 这不是你说的吗 乐乐 我要成婚 找一个更好的教堂 举行一事 那有什么用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可能再回到那一天了 夫妻赵 我们离婚吧